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弦老师 那今天呢 我要来使用Squidge 针对动画作品 人物聊天的语音与文字效果的设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人物交谈的设计效果 我要点绿琪播放咯 大家好 我是沖弦老师 Hello 我是强生 我在示范文字逐一显示的效果 看起来相当不错吧 接下来就来跟着冲响老师一起做吧 那我今年当了好几个县市的评审 发现小朋友在设计动画作品的时候 有在讲话 可是那嘴巴都不会动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来 我现在就来做示范 首先 其实人物在讲话的时候 是嘴巴应该动一下 那假设这是我绘制的作品 第一个 那其实在造型这个地方 我可以按右键做什么呢 复制 对不对 那复制完的结果咧 我们只要做什么事情就好了 来 这个是我们要让它张开嘴巴说话 其实很简单啊 我就把这个线移除 来 放大一点点 我这里只要使用圆形工具 这里 拉一个这样 笔头粗细可以在这里改 比较像嘴巴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如果是这样呢 这个 这样就有讲话效果了 老师嘴巴怎么好像位置跑了 这个再过来一点点好了 我现在在这一页使用这个选举工具 点着它 我可以再过来一些些 来 看喔 这个是闭嘴 闭着嘴巴 张开嘴巴 这样呢 交替就有动画效果了 来 一样我们再针对 Hank这个角色再来做喔 画完一个角色以后 请你按右键做复制 对不对 点准这个角色 右下角加 放大 放大完以后呢 再点准这个 把嘴巴删掉 用相当的工具 画成一条线 红色的啊 那就拉一条线 使用键头工具可以调大小调位置 来 旁边点一下 上下 上下 这样就不是像说话效果就出来了吗 这最阳春最基本的 好 那这样 第一个阶段就做到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来进行录音的工作 好 我准备好了喔 譬如说这个Joy这里面呢 我要让他说 大家好 我是冲雪老师 其实在动画作品里面有声音 你的作品呢 会得到评审比较好的一个评价喔 那我点选这个角色 接下来在Squish这边 我点选音效的地方 那在这里呢 左下角这边呢 点起来的第二颗录制 好 点下去 当你点红色这个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当然你要准备麦克风喔 webcam也可以录音 大家好 我是冲雪老师 当你录完以后呢 各位看一下喔 前面这些呢 是等待是没有声音的 在Squish它很贴心 可以把前面这一段裁切 后面这一段平平的就是没有声音 按什么呢 储存 好 那就只留下这一段 我们就来听一下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冲雪老师 大家好 我是冲雪老师 那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建议各位把音效档名 不要用recoding1 直接用这个名字 喔 这样比较好辨别 那再把预设声音删掉 所以呢 这个角色就有它自己的声音 好 我还要再录一段喔 再一样再点这里 再录第二段 我在示范文字逐一显示的效果 那一样把后面这一段删除 这个一样把它选起来 按储存 那接下来呢 档案名称呢 就把它选起来 好 我在示范逐一显示的效果 我们听看看吧 我在示范文字逐一显示的效果 好 来 那这个角色做完了 换另外一个角色 Hank这个地方 他名字我们要改名叫强生好了 那强生呢 在这个地方角色这些 那个 那这里呢 就叫充弦老师 角色取有意的名称 方便我们再做辨示 这个强生呢 就Hello 我是强生就好了 这样再做录音喔 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个地方 点选 Hello 我是强生 接下来再把不用的地方 这边把它删除 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好 听一下吧 Hello 我是强生 等一下我们要设计两个人物的对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录音 这个也录音录完了 那当然把不要的音效在这边删除 我录音在这里录的 这个声音就跟着这个人物 好 请各位呢 就针对你的角色来做录音吧 第三段就是比较复杂的咯 来 那各位呢 当然要参加全国赛 在动画设计 你对square有相当的程度 不过待会儿冲闲老师要介绍这个 你仔细听一下哦 需要用到变数 那这里呢 我还需要一个什么 韩式积木 来 目前 各位看一下 我们程式码都空白的 都还没做 对不对 开始咯 从这个在square3这个 韩式积木点选一下 建议一个积木 那这个积木名称呢 第一个我们称为什么 说话内容好了 这个叫说话 逐字说话 这个的韩式积木叫逐字说话 那我们要给它两个方块 好 它的这个积木名称就叫逐字说话 这个叫说话内容 那我们再取消一下 它有告诉你 这个名称等一下可以带内容这样来变数 这边可以是数字或者是文字 点选一下 让自己很清楚的 比如说说话内容 它再加一个 我们希望把秒数也带进来 所以再加一个 这边呢 我们用很清楚的叫做 哦 这样会比较清楚 建立完以后呢 这边说明我们就不加了 这两个 第一个是说话内容 第二个是秒数按确定 确定完以后呢 接下来 你看到函数在这里吧 哦 这个是定义的地方 如果等一下要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当逾期点下去把这个拉过来 就可以做这里面的事情 那就执行这两个积木哦 我把人物缩小一点 在右边这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 接下来怎么来做设计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必须还要再来建立变数 建立变数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我要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那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有九个字哦 那九个字要放在这里 等一下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 所以需要什么 找到它的顺序 我们需要建立两个变数 来 接下来在变数的地方 建立第一个变数 就叫做什么呢 序号 这个需要就是希望能够增测第几个字把它读出来 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我念了九个字 从第一个 第二个它有个顺序 那适用于所有角色 这个变数 等一下在不同人物都可以通用 第一个角色建完了 变数建完 再见第二个变数 第二个叫累加的说话内容 为什么累加说话内容 因为等一下要一个字一个字秀出来哦 所以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一个字秀 所以呢 这是累加的效果 来 这两个变数 做完以后呢 那在我们这个冲闲老师这个定义的地方 看一下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让序号 设为多少 从零开始 好 再放大一点啦 接下来再拉一个变数 老师你怎么拉两个一样 同学我看到这个箭头吗 点下就可以切换成累加说话内容 一开始这个是文字变数 把它删掉 表示是空白 这个是数字变数 那要去抓咯 要重复去抓 一直要去抓 重复几次呢 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所以呢 如果你这个只做一次 当然可以重复这边打9次 可是呢 我们等一下会有不断很多的对话 我们希望所有的对话都可以使用这个 所以我们希望自动侦测我说话内容 来 我们再看一下 我刚刚不是录了两个吗 一个是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那这个呢 我再示范逐一显示的文字的效果 我在这个 所以字数不同喔 所以这里不能用9喔 我们希望他自动去侦测 侦测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过 等一下打字的内容会出现在这里 OK吗 逐字说话 那逐字说话跟各位报告一下 来 我们先示范一下 我是冲闲老师 Ctrl C复制 那等一下呢 我就在这里 好 来 我说小一点点 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那这里呢 那另外一个我们给他吧 这个我是冲闲老师 这里几秒呢 同学看一下 2.41秒 那我习惯会把它加进来了 这个就放 2.41 这是做显示使用而已 这提醒了2.41 那等一下这里呢 说话内容 这一格 这一格 其实就等于到说话内容了 你看到吗 喔 所以他自动会抓 这个定义完了 这个自动积木 他会侦测这个 目前我这里9个 所以等一下这个会等于9 怎么抓进来呢 来来来来 我们说9个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话 所以这里不可以打9 我们要去选什么 在蓝色的地方 这叫字串的长度 有看到这个吗 哦 字串 哪一个字串呢 把它取代掉 移到这里来 脱下来 变成这样 所以这里是9个字的话呢 这里自动就变成9 哦 就重复9次 接下来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取出来呢 首先 序号 我要抓第一个字 所以在变数的地方 就序号 序号改变1 改变就0 加1就变了1 那加1要把第一个大秀出来 那怎么做呢 来我们透过累加变数的 累加变数 仔细看哦 这个是色为哦 这要切为累加说话内容 要秀第一个字 那第一个字呢 是哪一个字 是在这里面 是要设为什么 来字串组合 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大讲完 要把加加进来 再说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出现大 第二次出现大家 第三次出现大家好 第四次是大家好我 所以这里要设为什么呢 两个字串组合 字串组合 嗯在 在这里组合什么呢 好把一开始空白这个 说话累加这个放进来 哦这地方如果你对变数没有概念 同学听起来会有点辛苦哦 可是如果你有概念 这个就很棒了 好除了这个以外呢 说话内容的第几个字 来再回到这里来 说话内容的第几个 说话内容 拉过来的 第几个呢 不是1哦 我们去抓序号 需要不是每次可以加1吗 哦是这样的组合 那来我们缩小一点 来我们来流程 跑到这里看一下哦 第一次这边是9对不对 那需要改变1 所以呢就0加1变成 所以第一次就说什么 哦这边是空白 这边是1就抓大 那第二次再进来的时候 第二次什么 哦改变1哦就抓2 变大家 第一次是大 第二次是加就变大家 透过这种方式把它加起来 来那总要说出来吧 说话把它秀出来 请这个来帮忙哦 好说话是这个 然后再把累加说话内容再放进来 好来那等一下我们说到时候 希望嘴巴会沾 会动啊 我们这里不是有两个造型吗 所以呢我们希望 在外观的地方这里呢 造型换成下一个 那下一个呢 电脑执行速度很快哦 噼里啪讲完了 我们希望讲第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出来 需要给它一点时间的调整 这边建议设为0.2 老师一定都是0.2吗 不是哦 这里看你当时在录这个音效的速度 这个可以改0.2 0.3或0.15等等调整看看 好接下来 呃这边呢就重复多少9次 因为这里9个字 那9次完以后它就离开 离开了以后 它会留着这句话一直留着哦 讲完了 嘴巴应该就闭上了 给它说出一个 Hello 可是把这个Hello字拿掉 哦变成空白 哦再等待一秒一下吧 电脑跑得很快 所以我们这边先给它一秒 再来这个 最后的大家好 我是同学老师 停留一秒钟再把字清掉 哦这样这个地方就做完了 好那做完以后呢 来我们要播放音效 对不对 除了文字出来 现在播 可以看一下效果不错吧 我拉下来一点 再播一次哦 大家好 我是冲弦老师 字在动嘴巴在动 老师啊声音呢 哦当然要给声音 声音的话就从音效的地方 播放音效 播放音效注意哦 不可以选这个哦 这个的话播完才会跑文字哦 我们希望同时说要选这一个 那声音不是这个 来我们选什么 我是冲弦老师 所以当他在念的时候 也会执行这一段 来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吧 好这过来一点 先收起来 这个搬到这里来 好这个序号放右边好了 抓第几个字 那这个拉到这里来 哎呦这样比较好 放旁边好了 好我们来先试试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冲弦老师 好停一秒 然后再把它清掉 哦这个就做完了 呃这个效果不错吧 那一般设计对话的时候 不是第一个人讲完 要换强声说话了吗 所以呢 在Squitch同学非常熟悉 要点选事件 要做什么 广播 广播呢 来 那这里要给了广播新的讯息 强声 之一 第一次说话 好 say one好了啦 我们打专业一点 say say one 表示第一次说话 好这个以后 接下来再来点选强声哦 老师那刚刚做这么复杂 要再来一次吗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程式嘛 做完太辛苦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定义 各位看见了吗 把这个定义拉给强声 拉过来 点一下强声 哦还没成功 再一次 呃在Squitch程式 是可以这样拖一个过来的 哦 过来了 你看见吗 所以呢 我在冲弦老师这段程式 把他拉过来给他 他就有了 那强声要说自己的话呀 对呀 所以呢 我们在冲弦老师 这里是透过强声说话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 当接受到强声说话的讯息 一的时候 这边都不用改哦 我只要做什么呢 好 从制定积木这里 说话把它搬过来 那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们就回到强声 我们是录音效的时候呢 哈喽我是强声 看见吗 来选起来 然后点这里把Ctrl V贴上 不过这里空白也算哦 那几秒钟呢 1.30 1.84 其实这个秒数只是给自己参考的 这里其实在最深的 那讲话声音要过来呀 讲话声音就是音效的地方 哈喽我是强声 所以这里不是六个字哦 是七个字空白也算 那这里都不需要改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再来播一下看看吧 开始咯 大家好 我是冲贤老师 哈喽 我是强声 那强声说完要回到冲贤老师啊 所以呢 各位懂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人物过来点点 刚跑出去 对不对 接下来一样 再一个广播 再一个广播呢 这个呢 新的讯息 那冲贤老师 SAY之二 第二次说话 那第二次说话 那就要切换到冲贤老师这里来咯 来 那这边呢 当接收到 强声讯息的冲贤老师 换你说了 这时候呢 来再来 播放音效 我们刚不是录两段吗 回到音效的地方 录第二段 我在示范 逐一显示的效果 哦 这里 几个字呢 1 2 3 4 这个 哦不是这个 一定要用这个 声音是这个 接下来再从制定积木 再把它拉过来 那文字呢 来 这一段把它选起来 Ctrl C复制 点这里Ctrl V 秒数呢 呃 3.92 再讲一遍哦 其实这个秒数是没有关系的 当他执行这一段的时候 跟各位报告一下 执行这一段逐字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会呼叫这一段的定义 把它说完 最后清空 来 那就做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效果吧 开始咯 大家好 我是冲弦老师 哈喽 我是强生 我在示范文字 逐一显示的效果 哦 当然可以加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还有第三个人说话 第四个人说话 这一段程式嘛 都可以复制 哦 这样很棒了吧 那如果你的动画作品 这样在做设计 我想对你的成绩 会有很明显的帮助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